就到底那是我人生的一個陰影 跟一個巨大的 我的第一台車大發銀翼 後來我就買了一台那個 40萬的Turcel Toyota Turcel 後來我就進階了 越來越有錢了 我是人生的一種成就嘛 我就買了 當年還是進口車的Camery Camery 那從Turcel可以進階到Camery 那算是一種事業的成就了嘛 厲害 那個很測 那一般人有新車 就一天到晚講說 那我們公司那個V2的那個停車場 是機械車位 我的車位是在二樓 那機械車位不是有一層二層這樣子嗎 那當時那個設備比較多 有點囉嗦 就是你到了停車位以後 你要先下車去按那個鈕 然後一按下去之後那個二層 才會下來 下來以後我們必須再把車Buck Buck完以後再按一次鈕 嗯 他才會升到二樓去 嗯 很囉嗦的車子 那以前我都停的都很正常 那一天呢我也是 在那個May到了停車場了 好 按 要把他按下來 以前我會等他下來再把苦嗎 那一天呢就往神 好了 我就一直跟這個May在聊說 對啊 你看我們公司喔 你上來看你會嚇到 我買了一套新的音響 等一下我們來聽CD啊什麼幹嘛 然後就再把苦了 其實那個二層還沒有降到一層 我車子就嗯 把苦 那個二層往下壓 嗯 壓到我的車頂 那當時的那種機械車位 他不是說 一通到有異物的時候 會自動停止的 他就一直 往下壓一直往下 然後 去 去壓 然後 去壓 然後要怎麼辦 然後我跟那個產品 機械 壓一下機械壓下來 那我們第一個反應是怎麼樣 一定要 拖下來 不是拖下來 拖下來 他已經當被鐵在壓 他就拖下來 拖下來 然後 我就踩油門要脫離 老實講喔 不踩還好 其實你不踩他可能 一個極限他就壓不下來了 一踩 車子一拖離 前後擋風波離 全部都碎掉 喔 對 對 車頂 車頂就壓下來 然後妹就說怎麼辦 然後我們在妹面前要裝作 很凱 沒關係這樣說 沒關係 這車子喔 舊著不去新的不來 其實我那一車也才買三天而已 然後 然後我還跟他講說 明天再去他一台就好 後來打電話給我們那個 工作人員請他下來 處理喪後一下 工作人員下來看到我的車 因為整個頂都貓下去嘛 好 他不曉得被機械車 我也壓到 運哥 你的車是被隱石擊中 是不是 被擊中